我们全真的全顾 您好 520房间还空着吗 您稍等 有的 压力是一千 您的身份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凡 丫头 我上班了 小凡 你有事啊 丫头 你是哭了吗 怎么了呀 我恨李星 我恨他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我就是死都不会原谅他 小凡 你先别哭 到底怎么了 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觉得从哪儿开始 就应该从哪儿结束 丫头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会祝福你 永远祝福你 张晓帆在哪儿呢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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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红 你知道黎欣的孙子在哪儿了吗 大哈黎啊 这点儿他应该还在床上了吧 你赶紧找找他在哪儿 我告诉你张晓帆要自杀 你问问他到底把晓帆怎么了 我好告诉你啊 如果张晓帆要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让黎欣偿命你信不信 我信我信我信你先别着急 现在最最关键的是张晓帆在哪儿 他说 从哪里开始就要从哪里结束 你知不知道小凡跟黎欣 开房间酒店在哪儿啊 我怎么会知道啊 你别急 我现在就给王明轩打电话 你赶紧问问王明轩 办清楚了发音机告诉我 然后你赶紧过来 让王明轩把黎欣的王八蛋给我揪出来 好好好 马上马上 马上打马上打啊 我出提他啊 你说什么 赵雅同已经急了 我真怕张晓帆出了什么事 你赶紧过来吧 行了 我现在过去啊 你快告诉我 大牙离的赵雅凡 开房那家酒店地址在哪儿呢 我知道 我短期发给你 你赶紧发给我 按照赵雅同那脾气啊 非把大牙离剁了不可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以后咱们俩在地方见 好 好 听说把手放在温水里 搁玩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她疼 你确定是这儿吗 应该没错 明显经常带女儿来的 他就一混蛋 请问有没有一位 叫张晓帆的女儿来 有的 上午十点 要的情侣套房 在哪儿会带我们去 他可能要自杀 快点啊 吃饭 吃饭 你转什么 快点 张晓帆 爹 你吓得我了 你知不知道啊 你先说他 给我起车玩吧 他说他喜欢我 但是他也喜欢别人 他说我们不会有结果 可是我只能喜欢他 我想跟他在一起 我该怎么办啊 别哭了 别哭了 会有什么用啊 你有没有想过你父母啊 你这样做 他们亲亲父母把你带大 多不容易啊 你怎么那么傻啊你 打电话给你去 打电话给他 你真好 你让咱们不熟 爸让看得出来 在他木瓜家里 你最稳重 最成熟 最有责任的 你说吧 这事该怎么办 小梵 这事都是李欣的错 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就是一混蛋 犯不着你这样 你想不想我们这样做 对得起你爸妈 我现在把李欣叫出来 你们两一会当面 把话说清楚 他说昨天晚上睡晚了 起不来 你个混蛋赶紧出来 你怎么骂人呢 我骂你算轻的 怎么了 张晓芬要自杀 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啊 二十分钟后护城河边见 见不着你 咱就别做兄弟了 我告诉你啊 听着我没有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还有心情睡觉 你睡得着吗你 你不怕半夜起来鬼敲门啊 你瞧你这下半夜 我们要是晚到一步的话 张晓芬就搁腕了 你不想负责你别招人 工体西门花花苔苔有的事 完事抬屁股走人没人管你 张晓芬是个浪漫 你招人家干嘛 人家是有三长两端 良心过得去 张晓芬 我对天发誓 我要知道她那么认真 我碰她一下我是孙子 你就是那孙子的孙子 认真你就害怕了 你以为你谁啊 是女的就巴着你不放肆怎么着 你把女人都当什么了 要不是因为小凡单纯 没谈过恋爱 她能因为你轻生吗 我怎么那么想抽你啊 我单纯啊 谁谁都说自己单纯 没谈过恋爱 这年头 谁知道真的假的 你说什么呢 你得说一遍 不是说的室友话吗 室友话 干嘛呀 室友话吗 干嘛干嘛干嘛呀 批斗大会 张晓芬 可不是我强奸的你吧 这事我是有错 但是我目前不想结婚 我没定下性子 我没玩够呢 我也问你我 要什么不少你尽管说 你现在搁什么万 刺什么杀呀 弄得我哥们儿又给我翻脸 你姐妹要抽我 这算什么事啊 到现在还说这种话呢是吗 行 小凡啊 咱也不用跟他说了 直接上他们家 找他爸找他妈 问问这事到底该怎么办 走 你等会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干嘛非要惊动整呗啊 就去你们家 问问你爸 这事到底该怎么办 张晓芬 你是不是 想跟逼文昊似的逼我娶她 你是不是就会这招啊 行 我娶 我娶她行不行 张晓芬 你听着啊 我答应娶你了 但是呢 我是被逼的 如果我们婚后要吵架 要闹离婚 那也可别怪我 行吗 你能不能说点人话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不就是我喝多了 把她给睡了吗 不是什么千疼万管的罪了 啊 她自杀就罪大呀 那我也自杀行不行啊 啊 我也自杀行 啊 啊 去啊 去啊 还能问你 你知道吗道歉 去啊 去啊 小白 是吗 是吗 不对 你要什么条件啊 你尽管说 除了结婚 什么都可以 要多少钱你说 没关系 好吗 等等 你就没有想过要认真一次吗 你以为什么都能够用钱来解决我 小白 我这么跟你说呢 我离心啊 从小到大 只会用钱来解决问题 我知道听起来很俗 但是这是我能够尽到的最大的责任 你如果觉得我侮辱了你 我真心诚意地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但如果你要跟我结婚 我也可以很坦白地告诉你 我真没想过 我真的没有想过 要跟我认真一次吗 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 是这样好吗 我错了 我真错了 麻烦我离心是混蛋 我不该招惹你 行不行 小凡 你就别对这种人貌有幻想啊 赶紧抽他一大嘴巴 你拿两轻 以后咱惊醒点啊 别再让人给骗了 抽我呢 别别别 你抽我呢 那你抽我 你有什么劲儿都往上撒 来 抽我 打我 走 快救他 晓月 你别打 干吗呀你 没出息 他从今一切错都怪我 你别打他 我 于心 你没有错 是我错了 是我不把你对我的好 当成是了爱情 我错了 我没了情她 小凡 小凡 微信 别再让我再见着你了行吗 不然以后我见你一次我抽你一次 小凡 你看你这事闷一闷 我鄙视你 小凡 别生气了好吗 大压力他就这样 他完事不公 你就全 行 这事我有责 如果知道大压力他是这样 我绝对不介绍你们认识 行了 别在那儿马后跑 你也是 多大点事就整个自杀 吓死我多少脑气包啊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就觉得我根本就活不下去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也没事在旧时候回来呢 三从四得 现在怎么着啊 送你回家还是怎么着 我不想回家 那去我那儿吧 在我那儿待两天 我等会给你爸你妈打个电话 文昊 好 那你这两天自己在外面找个点呆呆呆吧 好啊 去跟小伯母俩吃的回来 来 来 上上 好啊 好啊 妈 我回来吧 你这个小小子 你还记得回来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又超之了 越越超越超越超越银行跟我打电话 说你那个银行卡啊 都快刷爆了 一天班也不上 东游西逛 你还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你冷静点冷静点 儿子他也没干什么别的嘛 不就是有点贪玩嘛 都是让你惯的 李先生我跟你说啊 连续几个月超之 我不得不对你做出惩罚 从这个月开始 每个月就三千块钱 银行卡全部没收 三千 怎么办 不够我加油的呢 是不是三千块钱也不想要啊 爸 你这何必呢 我注意点 我省着点花不就行了 那我说吧 还有你 如果我知道你私下给他钱 就别怪我不客气 放心 放心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别发那么大脾气啊老李 把身体搞坏了 三千 活该 你饿死我算了 因为你 你爸他骂我半天了 你老什么老花钱啊 乱花钱 这次我帮不了你 我没办法 你自己好好想想 三千块钱怎么过我可不知道 太冷了太冷了 跟我摸摸脚 快点睡觉了啊 老公我跟你说 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我一个都没去过 嗯 我觉得 咱们还是去度蜜月吧 咱们不去远的地方 咱们就去郊区 行我跟你说 现在是我适用期的最后阶段 能不能转成就看这几天了 什么时候去 这时候都不能去 你理解理解我 真的 哎呀 我理解 可是结婚度蜜月 对一个女人来说特别重要 我知道 你看啊 咱们俩在一起不能天天 你爱我 我爱你 你弄我弄的是吧 咱们俩得吃饭吧 咱们俩得生活吧 咱们俩还得供房子吧 我也想天上掉一大馅饼 把我砸晕了 天天咱们俩什么都不愁吃不愁喝的 天天带你出去旅游去 可是没有馅饼砸我头上 咱们俩就得靠自己努力赚钱 王明轩 嗯 你是不是觉得跟我结了婚 我就跑不了了 你怎么婚前婚后完全两副嘴脸啊你 我 婚前什么样啊 对我百依百顺 无畏不至 那婚后呢 杨凤银维 敷衍了事 谁杨凤银维啊 你要说我不一样 我还就是你不一样了 我哪不一样了 那你婚前的时候 你对我也百依百顺呢 你还跟我说 只要跟我结婚 怎么样都行 你看这一结婚 我不是就没答应你度度蜜月吗 你就不一样了 哎 我要就度个蜜月过分了 再说了我就说去郊区度蜜月 谁去郊区度蜜月啊 谁去郊区度蜜月啊 小红 你没说不去度蜜月啊 为什么 只不过现实不允许 婚姻是浪漫的 现实 现实 这生活也是现实的 你走开你走开你走开 你给我好好看看这些数字 你现在越来越 没有生活情绪了 你看我讨厌你 我生气了我要睡觉 谁没生活情绪了 谁吃不安 你干嘛 吃不 belonging 妈呀我要睡觉 昨天我们需要 吃不term 李整齐哪 你吃不醒醒了 救命啊 救命啊 这简直就是暴君啊 三千块钱怎么活呀 活该 因为你 我被你爸整整骂了一下午 太过分了 你看看你那笔钱 不是在夜店就是在商场 你干什么了你告诉我 花弄的钱干什么了 你这两个月啊 你过在家待着哪也别去 等你爸消了气再说 俩月啊 对 我这俩月怎么活呀 怎么不活在家待着不挺好吗 陪陪我 那我会疯的吗 你要实在觉得难受你也可以出去 你出去走走路散散步 健健身 反正一分钱都不喜欢 那我更得疯啊 你疯吧疯吧啊 我该说的都说了啊 没人陪你了 我算也不管了我跟你说啊 妈妈妈妈妈妈 要不然商量商量一万块钱行不行啊 妈 你们把我送进人病院俩月得了 来 先喝点汤 嗯 姐 你看 我在你家住 你还得请家照顾我 还得让姐夫到外面住 还给我熬汤喝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想说什么呀 谁让你喊我姐呢 哎 就算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吧 那 那这辈子我欠你的 你下辈子我还 什么还不还的呀 您就好好的就行 别再有轻生的念头了 不然的话 我做鬼都不会原谅你 也不会放过你 嗯 小凡 我还得劝你 其实在这年头吧 嗨 主要是你精力太少了 在这个年头 这种事儿 根本就不算什么 谁还没遇到过混蛋啊 像离心那样的人 也太有人在 现在的人呢 浮躁 一样力大 极空尽力 不敢负责任 更不敢动真心 你有这种精力 也好 这种精力啊 能愿你变得成熟 能让你了解男人 我现在就是怕我爸知道 要是再让我妈知道 就更不好了 你知道我妈那个人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事儿坚决不能让你妈知道 再说了 你不说 你爸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事儿呢 我想赶紧找份工作 这样也好把这些不愉快都忘了 这就对了 你放心 解放您找 咱们赶紧的 还是你对我好 那你赶紧喝点汤 喝完了以后 我带你上街逛逛 今天呢 我们祝贺大名 小李 赵鹏三位新人 转为我们公司销售部的正式员工 以后五险一金 奖金福利什么的 就都有了 今晚呢我请客 把手里的活忙完以后 晚上我们喊你了 小鱼 我来啦 我们吃饭吧 吃饭喽 喂 喂 喂 老爸 喂 老公啊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老公我转正了 真的 五险一金 奖金福利都是我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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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吗 不是 这 для你的 跟着陌生 Tai 要是 老公 你们 文账 快乐 你 得 unser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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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出去吃多贵呀 大明 你转正了 但是也不能浪费钱不是 再说出去吃啊 补卫生 就在家里做吧 妈做的不比那饭店差 不 出去吃个饭 也能跟浪费钱丑呀 那在家吃就在家吃吧 那个 我帮你妈去 没没没 那什么那个晓阳 你先帮妈打个手 打个下手 我给你打个 来 大明 你媳妇小资 你妈呢才戒着关了 什么妈那样我还不知道吗 没事 这家吃挺好 走 不行 我得 不太放心 我得去看看 对对对 喝喝喝 喝喝 喝喝 不行啊 帝昂 帝昂 大明啊 你这转正了 工资就能涨点了吧 那肯定不能跟 试用器一样了 中联可是大公司 对员工的待遇可好了 什么手机费 打车费 连中午出去吃饭的钱 都给报 这太好了 新瑶啊 你听见大明转正这事 你心里头 就一点也不着急 没事 你早就说 要出去找工作呢 可是到现在 也没见到什么消息 前一段时间 你们忙着结婚啊 妈就不说你们了 可是到现在 这找工作这事 迟迟都不见下文 像你们这些大学生吧 有很多人啊 还没毕业呢 就出去找工作呢 你总拖着不找 你真忍心 看着大明一个人养家呀 你快点误会新瑶啊 为什么没找工作 这么回事 新瑶前段时间要考研 这不 别跑上了 这不是 就给耽误了 所以呢 这新瑶一直想找工作 这不赶上咱们家装修吗 这都怨我然后给耽误出来 就是啊 没关系 妈你放心吧 这工作我一定尽快找你 没事 执法执法 对对 大明 找着工作不容易 好好干啊 必须好好干 嗯 这火上还热着菜呢啊 嗯 嗯 嗯 哦 我我我我我去 我我我我我 你坐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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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明结婚收了多少份子钱啊 没多少 没多少是多少啊 具体的我也没算过 哦 那钱呢 存了 那您存了多少啊 你问这个吧 哦 大明跟我商量着 这不是想拿这钱交月供吗 这不是想拿这钱交月供吗 这是大明的意思 他没跟您说啊 那好 回头我也算算啊 我呀具体确实不太清楚 妈 那行 那您就给我算算 这钱我们就先交月供用了 大明的意思呢 剩下的就我先管着 这钱交月供用了 我先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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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辈子啊 也没攒下多少钱 这回 你们俩结婚 再买房子 家里的钱啊 全都给掏空了 所以啊 我是这么想的 你们那笔啊 分子钱 无论是 你们自己拿着也好 还是我帮你们存着 最好是啊 不要动 以防个万一嘛 你说是吗 我问他的时候 他就敷衍我 还把我训了一顿 说我不懂节俭 说分子钱 放在谁那儿都一样 反正都是要攒着的 不能花啊 哎呀闺女 你小点声 别人大明听见了 没事 她听不见 她洗澡呢 闺女 这就是你不对了 哪能直接要啊 我不直接要我怎么样啊 哎呀你直接要 你婆婆心里多不舒服啊 你得跟你婆婆说 要弄点什么投资啊 什么的 那你婆婆才有面子呀 对不对 怎么这个事还耍心眼呢 那可不是嘛 那两口子过日子 有时候就得动点心眼 何况你是和你婆婆 行我知道了 明儿我再去 哎对了 你那工作事上点心 别给人落下什么花瓣啊 我知道了妈 行 你早点休息吧 妈也该睡了啊 嗯 晚安 这么麻烦 真是不错了 没多少钱 哎呀 行了 你都给搬进去了啊 哎 小心一点啊 慢一点啊 别磕着碰着啊 慢点慢点 哎呦 欣妖你来了 哎哎 来不正好 帮妈妈参谋参谋啊 哎 你干嘛呢 我换起来家电了 哎呀 哎呀本来啊早就要换了 咱们家家电啊都拐了 哎回头把那洗衣机放这啊 好嘞 谢谢你们啊 妈 哎 哎 这电视这么大呢 这比我们结婚时候买的都大吧 嗯是 是 卖电器的人跟我说啊 这电视就是买大不买小 买新不买旧 数码产品 更新换代的筷子呢 哎 慢点慢点 还换一个洗衣机呢 啊 这俩加起来得换多少钱啊 这你就不懂了 这家电要是分着买 那就不合适不能打折 要是再一块买那就合适能打折 这俩啊加起来 我省了好几千块钱呢 这家具我也想换点新呢 看 这新家电就是有气派 哎呀真不错啊 好 大明 哎 来我给你对一下上个月的销售记录 回来 你看 又喝 这都用上iPad了 够苹果的你 我哪够啊 你看你那宝坤 都用上苹果5了 开什么玩笑哪出苹果5了 哎 宝坤 来过来一下 给你这展示展示你苹果5啊 哎 这种啊 哎呀不是苹果5 苹果4s 苹果5还没出呢 4s啊 不跟iPad4长一样了吗 不 它这个中央处理器可比原来快了 一个iPad 一个苹果4s 我这连四袋苹果都舍不得买 我这个吧 主要就托我老婆服了 它从国外给烧过来 哦 老婆买的 嗯 你老婆真给力 我老婆这个工作吧 它就是基本工资 外加提成 赶上效益好 是赚的比咱都多 看样子两个人的工资 那就是比一个人的强哈 那你也得赶紧找个会赚钱的老婆 帮你买一个苹果4s啊 对呀你努力呀你呀 别闹别闹了赶紧工作啊 啊行好嘞 对对大伯爷 我给你说一下 这上个月的销售记录啊 是得 别别别你先告诉我这个iPad多少钱 大概得三五千吧 三五千啊三五千 这洗衣机回头也抬出去啊 好 哎 慢点啊 你来家找我有什么事啊 嗯 我来附近找工作 顺道进来看看您 妈 嗯 我前两天跟您说的 我们那份子钱 您给我们算清楚了吗 啊 份子钱啊 嗯 是这样 我给你们俩啊 存了一个十年的死体 嘿嘿嘿 为什么 你来跟我说这事的时候 妈妈没反应过来 哈哈 现在的工作你也不管 你没分钱 我给你们 用大名的名字 存了一个十年的死期 哈哈 那挺好的 妈我走了啊 阿桑我就不留你吃饭了啊 哎呀我自己会买的吃啊 哎呀这孩子 没轻没状的嘛真是的 你老这样 你说你回家之前 你一直不打个电话呢 永远突然袭击 拿我这当旅馆了啊 我跟你爸我们都上中班 家里学生出房 什么都没有 妈给你坐这儿饭去 不用了 我在外面都吃完了跟朋友 跟朋友 嗯 跟奶朋友那一碗饺 不是 童馨 小凡你要在外面谈朋友 你可得跟妈说啊 妈一点都不封建 真没有 我跟那人都分手了 这说分就分了 这因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我看她烦 我不愿意跟她在一块 你 你看谁不烦呢你 啊 你看你妈烦不烦 妈 也没准那孩子是挺烦人的 年轻人在一块呢你 可如今你看这搞对象啊 哪个不图个经济实力啊 爱情呢 又有爱情 又有经济实力 那当然是好啊 但是啊 这个爱情要是跟经济实力 要是发生冲突的话 经济实力占优势 那你当初选择我爸 也是看中她的经济实力了 你 你现在这种这个年代 你不能拿我跟你爸那会儿 我们那个年代相比 那完全都不是一回事 我跟你爸那会儿我们是什么 我们那是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年代 我们吃苦我们都吃怕了 这不想让你嫁个好人家吗 贫贱夫妻百世悲哀 最后为钱打架打到底 我累了 小凡你要是因为一点小事 跟人闹矛盾啊 你就赶紧跟人和好 这老大不小了也没个工作 你嫁个好人家呢 这算你有本事不说吧 这 妈也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我上班去了我 你在家没事 你给我好好想想 妈 明天安慰了 嗯 那什么时候回去啊 我后天 好 我明天我要必须见见 你那位闪婚的老公 还要见呢 我怎么能不见呢 我就是再生气 你婚都结了 我又能怎么样 我总得看看 没见面的女婿 长的是方的 匾的还是圆的 妈 你说什么呢 您是不是职业病啊 在那家里还有好人吗 她为什么不见我呀 见见见 不就是见面吗 回头我问问啊 这可不是问问啊 明天我要见不着她 你啊 你啊就给我去离婚 我也想明白了 现在离婚也不算什么新鲜事 你既然做了这么离谱的事 我也用非常规的办法来对付你 妈 你这就点不讲道理了 童童 妈这都是为你好啊 你说你是多稳重的一个孩子啊 结婚这么大的事 你连个招呼都不打 你说那个男的是真心给你过日子 还是你是玩玩啊 他要是想玩玩 等他玩腻了 回头跟你离婚 男孩子不要紧 女孩子离了婚 年纪大了 就不好长了 我必须得见他 我必须得了解 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妈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 不是就想见他吗 那明天 我帮你喊他出来就行 我累了 你往学家去 老爸回来了 老师哥 你给我老婆多好啊 工作一天累了 回家还有个任务饭吃 那个 这一天 就在家待着了 没出去照着工作 去了 我出去投了几份简历 有点消息呢 我告诉你 我知道 现在工作可难找了 哪有你们用意啊 你不许找啊 不看薄荆吃的没病 老婆 咱也不能只投简历是不是 人家得主动出击 你看你这样天天在家 待着无鸡六瘦呢 该憋出病来了 整天胡思乱想多不好 你什么时候看见我胡思乱想啊 有什么事 你妈都想在我前面了 还有我想的疯 怎么了这是啊 大明啊 咱们俩结婚 到底收了多少份的钱 这我还真不知道 你得问我妈去 我问了 我问了三次 你妈就是不告诉我 你知道吗 你们家今天买了一洗衣机 买了一电视 还说要换家具呢 这事我知道 没想到这么快就换了 我们家家店早就该换了 前两天 净保护咱俩结婚的事 没来得及 你妈天天说家里没钱 都蜜月不让去 就连我出去吃顿饭她都不让 说我不懂的节约啊 浪费钱 她等 她等 她等买电视买洗衣机 你知不知道那电视和洗衣机 看着怎么都得两三万 那牌子那型号 比咱俩结婚时候买的都贵 是不是拿分子钱买的 瞎想什么呢 你凭什么说我妈拿分子钱买家电了 吃饭吃饭吃饭 老实说 你结婚就把家里边都掏空了 没钱干这个没钱干那个 没钱换什么电视啊 那电视又没坏 出去吃顿饭 都说我铺张浪费 多夸张啊 动不动就拿勤俭持家的那大道理 来教育我 咱们做小辈子呢 让着点老人 我跟你说 我接受真不知道 我妈去买家电了 就算我妈买了 那肯定也是我妈那股票涨了 是不是 你说咱俩结婚 花的全是家里钱 家里真没钱了 咱们俩结婚 是我们家出的钱吧 那这房子谁的呀 你们家买的 可是我们家也出钱了呀 看你 非得分这么清楚是不是 咱那讲道理 我不讲道理 王明轩我跟你说啊 我嫁到你们家来不是来受气的 你不是说了吗 老婆娶回来就是要疼的 你是不是早忘了脑袋后边了 老婆娶回来是要疼的 那我跟你什么愿望去受了 你说你隔三差五跑我们家 要怪我妈要份子钱 你有什么急事啊 你有急事你跟我说我仗着你 我没有急事 为钱是不是给咱们俩的呀 为什么不能我攒着 看你说的 我妈攒钱为了谁呀 为她自己 好 就算我妈为了她自己 你说我这做儿子的 没钱给我把我妈买下店 这一毕业了之后呢 还得花她们钱 我这愚心何人啊 我还愚心不忍呢 我妈一个人过日子 咱们结婚 她拿了这么多钱出来 我还欣赏我妈呢 那这分钱不是你啊 还用我家去吧 那我那一半呢 行 想要钱咱 拼自己的双手去挣 是不是 人家都能挣钱 你怎么了 你说你前两天 还看看书要考研 这两天呢 满脑子里全是钱 你说谁满脑子就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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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这钱我跟我妈商量 存私欺了 一杯不识之许 你就别打钱了 咱们俩的钱 你凭什么跟你妈商量 存私欺了 那你说你让我怎么 想你们俩啊 就这点破分子钱 你跟你妈这两天 打电话嘀嘀咕咕 就垫下一点钱 我跟你说 十年之间取不出来 那钱还是咱们呢 我妈没还你别担心 你凭什么存十年啊 那里还有我一半呢 你跟谁商量啊 我妈呀 你怎么那么讨厌啊 别吵着吃饭行不行 你给我滚出去啊 不想看见你 这也是我的家 我是滚哪儿去啊我 你不滚去吧 行 你就晚上别上床睡觉 别闹了 吃饭别跟我吵啊 吃个饭都不让人好好吃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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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都别上床睡觉了 讨厌讨厌讨厌 讨厌死了 你那些人 让人太起吃饭 你去哪里 都不让人平址 你都不让人平址 你都不让人平址 你不愿意 你很娘承诺 你怎么发现